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科苏鲁风格的电影之火力地宝 这是一个现代化美军队战超自然古神的恐怖故事 如果大家喜欢 且点赞达到2000 我就会收到大家的心愿 并开始疯狂更新这个系列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故事开始 1969年的越南战场 此时的美军以摧古拉朽之事横扫了大半个越南 接着他们就对那些手无寸铁的越南人民展开了屠杀 然而这天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从已经死亡的美军记者所拍摄的画面中发现 美军的武装直升机在空中解体 无数的零件悬浮到了空中 接着那些正在丛林中作战的美军 也全都飘到了空中 而且这些士兵的身体还摆出了一个诡异的图形 像是被某种超自然的猎样给献祭 不仅如此 就连坦克和卡车这类重型的载具 也和这些美军士兵一道全都被吸到了空中 整个战区的美军就如同遭到了核弹袭击一样被全灭了 最终美军的死亡人数高达15212人 另外还有2425个载具被摧毁 幸好当时没有活口 所以这件事很快就被美军的高层和中情局刻意隐藏了下来 不然整个住院美军 说不定就会因为这件事而产生滑变 而中情局也将这件事定为最高机密级别的欧米加事件 后来美军通过对当地人的调查 据说是一个农民成功召唤出了传输中的核神 所以才将美军给击溃的 虽然这样的说法有点玄幻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这让美军不寒而栗 就这样数月后 又有一只美军的特战小辈误打误撞 进入到了该战区 结果他们很快就遭到了当地游击队的袭击 而经过激烈的战斗后 这只美军的特战小队就被打散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叫做海英斯的大兵还留在原地固守待员 结果他竟发现了越南游击队的地下坑道 为了替战友复仇 于是海英斯便拿着一坑木刺 小心翼翼地进入到了这个坑道内 结果他发现 整个坑道里面 全都是越南人的战略物资 还没等他回过审来 这件隐影中突然一个身影慢慢地走了出来 原来是一个美军士兵 然而此时这名士兵的眼神空洞 就像一具行尸走路一样 他在发现了海英斯后 迅速就对他发动了攻击 而海英斯也顾不得守处同胞之情 手中的木刺直接就撕了过去 瞬间就扎穿了这名战友的身体 然而这名战友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继续向着海英斯发动了攻击 于是海英斯又是一次 张旗刺翻在地 然后以熏雷不及掩耳之势丢去了一枚手雷 而随着爆炸声的响起 他的这名战友本应该被炸成碎片的 可是让海英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个血肉磨合的怪物 居然从他战友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然后愤怒地咆哮 于是海英斯果断开枪 最终将这个怪物给击毙 之后海英斯便向总部报告了这里的一切 到了第二天 美军的旧约飞机赶到了 不过让海英斯意外的是 一番介绍后 他竟发现这个带队的居然是CIA的调查员 可为什么会是CIA的人来接他呢 这让海英斯也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很明显 他对海英斯所经历的怪事并不感到奇怪 而且此次前来 探员就是专程来找他的 这让海英斯更加的迷惑 在飞机上 这名探员告诉了海英斯 他一会要去一个美军基地 而在那个基地的野战医院里有一个伤员 他是唯一一个见过河神 而没有死掉的美军士兵 他希望在调查这名伤员的时候 海英斯能在一旁聆听 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 而海英斯在军队中早听说过河神的传闻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见过 这让海英斯深感意外 于是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基地 然而奇怪的是 他们一来就发现 镇守这个基地的士兵 一个个像双打了茄子一样 事迹相当的低落 接着探员便见到了这里的指挥官 而指挥官开门建三 直接告诉了探员这里发生的事 并希望探员能给住警示 原来闲不久 这名指挥官层收到了上级的命令 带着自己的部队去一个名为 火力地堡的前哨基地进行支援 结果他们只发现了一名 被火焰烧伤的幸存者 接着他们就遭到了一大军 人形怪物的袭击 而这些怪物全都是美军 他们不仅有锋利的牙齿 而且就像丧尸一样 很难将其击杀 他们没有办法 只好呼叫红军 让红军对那片丛林投下了燃烧弹 瞬间却将丛林里的一切焚烧干净 然而在大火中 他和他的士兵们亲眼看见 一个人形生物被烧了出来 虽然他全身被吃热的火焰所覆盖 但是他就站在那里 瑞平高温的炙烤却微然不动 他就像一个死神凝望的他们 这一幕让指挥官和他手下的士兵都看傻了 士兵们认为这就是一个恶魔 而他们正在和恶魔作战 接着指挥官表示 中刑局必须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来安抚他手下的士兵 不然这些士兵就会因为害怕而产生滑变 后果不堪设想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探员 立即先往野战医院去调查那名幸存者 然而却从那名幸存者的口中 得知了惊人的真相 原来他们当时有两个连的士兵 驻扎在火力地堡 那天晚上 晕蓝的游击队对他们的地堡发动了偷袭 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他们损失惨重 然而奇怪的是 就当他的一个战友被子弹击中后 他所喷出的血液居然悬浮在了半空中 接着他却看见一个骷髅 慢慢地朝他们的阵地走了过来 然后他占有尸体上的血肉全都凝聚在了这个骷髅的身上 并让他形成了一副铠甲 最后他的后背还长出了骨刺 看起来就像一个武士 而那个骷髅就是传闻中的河神 此时他和河神四目相对 然而下一秒 他竟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美国南卡罗南纳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里 而此时这个空军基地正在遭受着苏联战绩的攻击 跑刀上大量的美军飞机被摧毁 就在他向救火的时候 突然一架苏联的米格战斗机飞了下来 然后飞机居然变形了 机头部变出了一个喷射器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巨大的蓝色火焰便向他喷了过来 而他周围的美军士兵也同样遭到了米格战绩的屠杀 没有人可以幸免 所有人都在燃烧 另外他还看见不远处一艘巨大的苏联陆地巡洋舰阵 正斑难地向他驶来 可是下一秒 群身着火的他又被传回到了越南战场 气候这时美军的支援部队赶到了 他们一把将他按到了水里 这才将他身上的蓝色火焰给扑灭 而等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他那些已经死去的战友全都复活了 一个一个就如同鬼魅一般 最后他们消灭了这些变成怪物的战友 而将他们的尸体进行解剖时 就发现他们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异 其身体内已经长出了类似张傲的器官 而车长坐在一旁聆听的探员顿感不妙 他觉得这件事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接着探员便来到了外面 并告诉了医院的院长 这名受伤的士兵将会被立即运送回国 然后他将会获得到一个新的身份 但以前的身份信息将会和那318名便衣的士兵移到 全部被定义为战场上的失踪人员 另外活力地保这个前哨基地的信息 已将完全从档案中被抹去 他的这一操作让一旁的海英斯震惊不已 看来这件事不简单了 到了晚上 整个基地里的美军全都行动了起来 看来他们马上要出大任务了 而这时探员找到了海英斯并告诉他 这些士兵在今晚的行动中大部分都会死去 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击杀和神 不过不知道他们的死有没有意义 接着探员又告诉海英斯 其实他早就听说了军队里的传闻 于是被神所眷顾的男人 或者说你有不死之身 无论战斗如何激烈 就好像你的路线都是被设计好的一样 你总能完美地避开炮弹的碎片 就算有时候避无可避了 也总有无故的战友为你挡下子弹 任何的子弹和炮弹都伤不到你 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和你在同一个小队 因为他们都害怕你 怕你会给他们带来厄运 而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你就是和神的克星 因为和神本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 他的出现就是宇宙上的一个错误 而你就是冥冥之中被上天安排来更正这个错误的人 而海英斯也在探员的一番吹捧下 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或许自己真的是世神的天炫之人 于是海英斯便欣然答应了 接着探员又告诉海英斯 和神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由于美军的屠村 将他的妻儿给全部杀死 于是他便带着复出的怒火 将自己献祭给了当地的古神 最后让他转化成了一种超自然的物质 不仅如此 他还可以将人类的尸体转化成他的眷属 直接让这些尸体从内部发生变异 最后这些附身的尸体全都听命于他 成为了他的手下 另外他还刀枪不入 但完全免疫物理攻击 他还可以隐身 只留下血管 但一个举手就能凭空捏爆一个人类 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不过此次他们对和神的猎杀也有所准备 他们准备了电磁枪 这枪发射的电磁炮可以达到二十分之一的光速 理论上这武器应该可以对和神造成伤害 另外还有一套电磁服套装 可以在一定空间里形成一个保护罩 可以有效地阻止和神的魔法攻击 此外军方还派出了两个连的士兵专门为他保驾护航 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 而海因斯也在穿戴好了装备后 在所有士兵的注视下走向了战场 他这次信心十足 一定要将和神给击杀 然而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那么海因斯能否成功呢 虽然最后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美军在越南战场的惨败中 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肯定失败了 毕竟区区一介凡人 想要平击自己的运气来对抗古神 那就如同皮肤汗术一般不自量力 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故事 那么下期节目 又会是哪部克索鲁风格的电影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